我们讲的电商 台湾的电商呢 当然我不知道奇摩的排名是什么 大家因为奇摩没有上市 是外资所拥有的 大家知道第一就是MOMO 那然后呢是PC Home 奇摩 那另外还有那个虾皮啊 新加坡的 虾皮是我的Stanford的一个校友 中国大陆人李小冬 李小冬 他现在那个东海集团 就是有这样的市值 接近2000亿美金的时候 不过现在是摔下来了 就是您在看的时候 您怎么评价这四家 就是MOMO PC Home 虾皮 还有奇摩 就是说 当然这也是很精彩的故事 因为虾皮当时是靠了 就是纯粹的补贴 这种的model 台湾以前没有 对PC Home造成很大的打击 那MOMO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from nowhere 可能因为有富邦 可能因为有台湾大 就是suddenly又冲到第一 但奇摩我是比较不知道了 因为它是在外商的体系里面 就是您怎么看 比如说最近五年十年 台湾的电商市场 这样子的一个厮杀 以及变化 对 这四个都是我们的大客户 我都不敢说话 这是你们的客户 您的话呢 就without commenting 这个每一个特别的 但您看到了一个什么的趋势 这几年 您刚才讲的 因为他们 消长们非常有感觉 你过去 我们带多少去成交 今年是最大的是谁 过了一年 就突然间就整个翻转了 那我必须讲说 这几年最精彩的 还是虾皮了 虾皮过来之后呢 就是整个翻转了台湾的 过去 不管是只有给MOMO 你是说 even today 即使是今天 对 它的营收这些 相对来讲 就是过去 主要的对手 还是B2B2C的market 不是B2C 所以MOMO是B2C 但对影响 B2B2C 最大的是 商店街 后来夏世 雅虎奇摩商城 MOMO商城 还有像是松果 其他 就是你是一个开店平台 那这个东西 对于下皮来讲 那我觉得 它跟其他家 很大的不同是 它一开始 就是以手机为主 这些 他们过去 对于APP的投资 对于这些 纯粹用手机 购买上面 这些 还是存在 一个比较 就觉得说 你要买东西 要很复杂 点要成交 什么 一定用PC比较方便 手机这么小 怎么做 所以对APP 应用的投资 用户体验 其实是 但是夏皮 我想它有部分的 大陆血统 那整套的 因为你知道大陆 其实手机是走在 PC前面很多 很多人没有PC 是有手机的 所以整个在它的 用户体验上面 是做到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看到 手机近年来 也是占了 大概70%的成交 都是来注意手机 那这块 虾皮是做得非常前面 我觉得它国外 也带了很多刺激 那它最大的影响 就是像商店街 还有像是 奇摩商城 这样子的一个 B2B2C的市场 那对于纯粹是 像MOMO这种 相对来看 我们感觉到 受影响的比较小 就是我是一个 MOMO 我是B2C 我自己在卖东西 而不是很多 小商家的集合 所以像 雅虎购物中心 所以MOMO 是自己在卖东西 对 PC Home 也是自己在卖东西 那他们 受虾皮的影响 比较小 但他们彼此之间的 竞争关系 其实非常激烈 我觉得再来就是 这种我们都叫做 传统电商 就是搜寻电商 就是说 我打一个白色 长袖T恤 可能出来300件 你要自己去找 对不对 但是现在 包括像社群电商 也好 像直播也好 慢慢慢慢 大家在买东西的 这种渠道上 其实更为多元 那对于搜寻电商 他们最大的优势 还是价格 或是说 跟用户的关系 或是说你的 商品的陈列数 你怎么样能够 这个有点大者很大 你越大的话 你越能够拿到低的价格 越低的价格 用户就越来 对不对 讲到虾皮 我们当时也看到 就是它是一个模式 它就是用补贴 对 等等的这样子 这个模式 它快速的一个切入市场 当然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模式 台湾以前没有想到说 我可以 哇 先亏 亏的 我只要创造的流量 那我就是给你亏的 这样子的到底 但是 最近的虾皮 因为这个是 public available information 我也看到 就它的母公司 东海集团 SEA 也遭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它以前的市值 是大概1000多亿美金 那现在就摔下 它以前的时候 甚至有到拉丁美洲 有到这些欧洲的国家去 现在它那些也都把它收掉过来 然后分析师有预测说 你这样子 不断的补贴 补贴 这个不是一个 long term viable的model 我不知道说 它这样子的补贴的模式 是已经创造出来 足够多的流量 还是说 仍然是靠的一个 比较补贴的方式 如果我自己来评论的话 它这个补贴的模式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那慢慢开始收了 是 所以它现在 不像以前那么补贴 现在比如说 尤其运费 从30块调到 50 60 一直往上调 那补贴还是有 比如说固定的活动的时间点 double double day 或者双11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运费部 但是我觉得是 比过去收敛很多 补贴收敛多之后 对营收有影响 但相对来讲 它费用会下降 所以我看到 它们其实也开始活力 就说其实它的市值 不获利的时候 反而更高 获利之后就是 但我不可能永远是 经营企业 当然 您刚才讲的 就我们节目里面 也访问过一些来宾 就是中国大陆 现在这几年 有这种什么 社群电商 直播电商 那社群电商的话 你看到像现在一个例子 就是字节跳动 他们也跨入电商 就是这样的平台 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流量 而且听说还做得不差 就是我知道看 然后直播电商 但直播电商 台湾的 因为我是从来没有去试过 这种网红或直播的 这种电商的趋势 好像没有像中国大陆的 那么样子的疯疯 就是这是什么的原因 还是说 还是我的观察不正确 您帮我们评断一下 我觉得中国大陆 在这个领域 本来就是走得比 全世界都要前面 甚至是在美国 也不见得有 类似的这种模式了 那我刚刚提到说 在电商的 Penetration Rate来看 那中国大陆 跟韩国都25% 所以我觉得 虽然台湾电商 现在不错 但事实上 我们先不讲别的 光是要 达到25%的这个市场 还有2.5倍的成长空间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买100块的东西 有25块是从网络上买的 这件事情 我觉得都 还有成长空间 那至于社群跟直播 我是觉得 它只要是一个成熟 或者是说成功的模式 那一定会发生 只是说迟早的问题而已 那你的直播平台 比较大的问题 还是说 淘宝也好 字节跳动也好 懂也好 他们是很清楚的 是把直播 跟电商两件事 结合的 就今天的平台 我就是用淘宝直播 我就是用抖音直播 但台湾不是 台湾现在没有这种平台 台湾你用YouTube直播 对不对 你用IG直播 YouTube不是电商平台 所以你没有办法从直播里面 用户的体验 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 一套性的一个体验 那端看就是说 有没有这么大的一个 电商它可以发展这样的平台 就是说 你可以让你的直播同时 按一个什么键 就直接买了 或是新 给coupon 这些所谓的直播电商的 基本的配备 我们台湾是没有的 因为你只有YouTube YouTube是什么 YouTube是社群平台 所以我说 社群跟电商 你只有社群 你就是半套 你只有电商 你也是半套 那你怎么样把这两个东西 能够做结合起来 那这个我觉得 其实是一个新的契机了 是 那据我来讲 刚刚你提到 像雅虎这些 我的感觉是 台湾对于电商这个产业 有兴趣的人 还是非常多 尤其是一些传统的大集团 他们在流通业 非常强大的 那不会只想让 就是说 某某PC后 在这个retail market里面 就是说他们 对retail的话 都是有企图性的 我都可以感觉到 未来台湾的 这个电商的市场 还有可能 更大的player会 当然这电商 我也访问过一些 像那个松果的创办人 国家兄弟 不过他是其中一对的夫妇 有上过我们的节目 那在你说电商 那有一些是电视购物 像王令玲 这几年 他还是在电视购物的这里面 不过我在思考 就因为你刚才讲到 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韩国 中国大陆 这25个percent的电商 那台湾呢 只有9个percent 这2.5倍的差距 就是为什么 那有的人说是台湾的 7-11全家太方便了 所以我们就是 好像没有从这个线下 migrate到线上去 当然过去三年 新冠COVID-19的时间 大家开始了 增加了线上的比较 但是台湾的电商的落后 难道是我们的线下的经济 过于发达的这个原因吗 我倒不觉得 因为我觉得 主要还是规模性的问题 就说我举个例子 说为什么我们今天 菲比可以做 淘宝他几十个博士 只做商品search 但台湾的电商因为规模不够 你不可能请几十个博士 做search 我们还做recommendation engine 比如我根据你的behavior 我可以做推荐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IT的东西 那台湾电商在这个规模之下 他更在意的是 仓储24小时到货 跟供应商砍价钱 所以其实 在你没有再到一个规模 投资之下 你这个用户的体验 跟他的方便性 你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把同样的商品来比较吧 就是说 我说同样的网站 你可能淘宝 你可以控制着各种的visitor的分析 其实你后台数据一堆 那台湾如果你要做 你可能就是这么一小块 所以整个我觉得 都还没有到达那种 本身我们讲 就是service offering 本身它的成熟度 是跟美国也好 就是先进的地方 是不能比 我觉得 当你这个offering 是更成熟 更方便 跟payment的打通 各种的 因为台湾其实有seven是好处 因为我们在shipping上 其实是很有帮忙的 对 你到seven就领 不是每个国家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这样是好处 但是我不觉得是因为 购物才方便 而是因为整个投资 然后还有它的发展的进程 product offering这个部分 其实都还有很多 可以提升的空间 对 对 地匿